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定现情况之下 现在苹果能够产出这么多的现金流 尽管业务已经迈向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但它就好像是一台提款机 也让最近的华尔街疯狂的资金都在布局苹果 连接回来 这波会不会也是为什么外资连买鸿海最主要的原因呢 那最近刚好是公布营收跟财报的密集这个时机点 接下来在第四届财报空窗期 这些瓶盖股还有没有更长远的一个梦 还有更长远的多方之路可以走呢 基本上上财报空窗期的话 其实一般来说都是第三季机报公布完 那其实今天是12号 那15号就是礼拜五会全部公布完 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以盘来看 就是再忍耐这个礼拜就好了 那这个礼拜再忍耐下去的话 其实就是你要去看盘面上 到底有没有产生一些结构性指叠的动作 那其实台股涨身的逻辑 要么第一个就是资金行情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人家涨什么 我们跟人家涨什么 那昨天苹果创新高 那苹果创新高其实大家可以理想到什么 其实最简单就是2317红海这部分嘛 就是从代工那部分嘛 因为要么你就是傅委托去买苹果 要么就是台股这边去找那个供应链 那台股这边去找那个供应链的话 我记得在十月底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有跟大家提过红海 那时候讲的理由就是 其实就是明年 明年三月份有那个iPhone的SE2嘛 那甚至于就明年的那个5G手机的部分 因为苹果今年还是4G手机 明年是5G手机 那5G手机那其实它就会有换机槽嘛 也就是5G手机这换机槽 当然它可能会比较贵啦 那高阶的就是可能在下半年 但是呢 但是比较处于中地接便宜的 就是在三月份的部分 那这个代工其实代工就是 红海跟合索这两个部分在做代工嘛 那你看合索跟红海 这两只股票去走起来 他们的走法看起来像空头嘛 其实不太像耶 我记得那时候跟他说 如果不知道看什么就看红海对不对 那不知道看什么看红海 其实你看到现在为止 就是首先虽然说拉回的幅度稍微深一点 但是你整个K线打出来看 你能够发觉 在十月底的时候 它是整理到十日线 然后开始往上涨 它昨天掉下来 它昨天掉下来 其实它没有跌破十线 它昨天掉下来 它也没有跌破十线 也就是说 它在这一波涨生的惯性里面 它根本就没有改变 就是摸到十线往上推 摸到十线往上推 就是到目前为止 它的多方观是没有改变的 那来看那个筹码的部分 投信 投信昨天有大卖嘛 昨天的法人 基本上是 投信这边基本上 上市贵都站在买房 但是就投信来讲 红海 他之前买也没有卖啊 甚至于如果看外资的话 外资 外资不是从那个 起涨那个地方 你看到外资 外资就一直买 都没有停过嘛 也就是 如果说你从现在看 看筹码的话 投信没有卖 外资没有卖 外资昨天都还在买 昨天还在买的话 一根黑鸡 法人在买 到底谁在买 人在看大户出乎比率 大户出乎比率有掉下来吗 大户出乎比率就没有掉下来嘛 所以如果说 你从这个部分来看 那个法人 跟那个大户出乎比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 股票在大户手上 那股票在大户手上的话 就是 当然 红海它比较大只 它涨起来可能会比较慢 但是呢 它就是一个多方火种 而且一个多方火种的话 其实有些股票 像今天那个真领 是不是也在涨 对不对 真领它涨的理由就是 就天线的部分 好像它的其他 就是就苹果这边 其他公司出包了啦 所以单只转到真领这边 所以它最近是比较强 甚至你还可以看什么 你看那个可乘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三月份有那个 iPhone SE图子朋友推 对不对 那个即可的部分 其实就是可乘拿走嘛 那可乘你一看它营收的话 就是它跟一些苹果股 比较不一样 因为像有些苹果股 比如像那个 郁金光跟金财 他们的那个 刚公布的十月营收 已经开始掉下来了 但是可乘呢 可乘它反向成长 它上个月是120亿 上上个月是100亿 所以它是成长的 所以既然成长的话 像这种就有掉下来 那掉下来的话 其实就之前 因为它昨天有公布 那个第三季的那个财报 那当然比预期稍微少一点 但是会损的关系 就会损其实不是说真的损失 到时候台币扁的话 其实它会再冲回来的 所以短期上 如果说有这个 震荡的因素 那震荡因素 建议又涨回去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 你就苹果这部分 其实它是台股的什么 它是台股的那个 多头火种在里面 多头火种在里面的话 像那个鸿海 河塑 可乘 或者是像什么 金财这些 我认为其实 在接下来震荡 如果说现行 有再拉回去的话 其实我认为都是可以留意的 好 总理哥 其实大家是想知道了 因为这一波台北股市 一路冲到了11668的波段高点 很多人都说了 这个是金金涨的格局 甚至是嘎空的态势 很多人就看着 这指数往上冲 来不及上车 那现在刚好遇到了 是营收跟季报 这纷纷公布的密集期 这些公布出来 表现都很亮丽的个股 到底整理之后 这还有没有机会 可以让投资人介入 我最帮大家找的 就是10月营收 跟第三季财报 双优的一些各国 这间媒体检理出来 包含有 建顶拉 立基 台光店 戏创 新浦 联帽 逸峰跟群光 有部分呢 昨天外资都还在进行 买超的一个动向 所以你怎么看 有哪些是最近拉回来 其头正可以注意的呢 基本上我们先讲一下 那个现行破坏的 比如说像那个 信息额部分现行破坏 甚至有些像什么 那个PA的部分 它在高档往下掉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在年中的时候 就今年年中的时候 不是政府丢了很多 维埃代操出来吗 其实维埃代操也是买很多 这些股票了 那现在其实已经赚翻了 赚翻了 现在年底的其实 主管机关有要求他们 稍微减码一点 就是你要 减码你要实现 获利路在动作吗 所以最近你就看到一些 法人在卖 同意在卖 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掉下来 我还是可以留意 当然就是后面 持稳这个再来跟大家报告 那短暂常要留意的话 我认为像那个 信息的部分 现行破坏 你先不要理它 那一个族群 其实它 已到目前为止 甚至说你从昨天来看的话 其实它的筹码 还是没有坏的 甚至什么 现行也都没有坏 它是什么 它是属于那个 像那个刚刚 那个标里面 有那个新谱 对不对 其实新谱 你可以跟顺达一起看 因为这两只 一股启动来成绩 同类三股成板块 就是你要去看 那如果说 刚刚我们讲两只 两只你再塞一次 像那个4931的 那个新胜利 它还是做什么 他们其实这三只 都是有切入 那个伺服器中心的 那个不断电系统 我相信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5G嘛 对不对 那5G 5G其实它会兴起来 就是什么 就是私有云的部分 那私有云其实 私有云就是 它不是公有云 公有云比较大 是属于公家的 私有云的部分 其实他们现在 在做的话 其实它会需要 很多的不断电系统 那其实他们这两家 就是什么 就切进这部分 所以你看那个新谱 你看这个新谱 它准致創新高 它准致創新高 震荡一下 这个好像 好像连五日线都没破 那你再看那个顺达 321顺达 这个走势 这个走势比新谱还要强 所以如果说 你从这个部分来看 就是他们这两支股票 如果说都往这个地方切的话 那我们刚看到 那个营收也不错的话 就是像这个部分 就是有的时候 有震荡压回去 像这种是可以留意的 好非常感谢 这个钟灵哥 我们带来 在目前盘面当中的 一个掌握跟观察